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会去排斥美国是一种狭隘的自我成长的这种继续 我们还是要共同成长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供应不上的困难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没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有 但是在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 我们从来都是一家一政策 就是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 一半支持芯片 尽管我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得多 我高价还是买美国芯片 我不能做一个孤立自己世界的人 我应该在融入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 是几十年形成的 不是一张尺就能摧毁的 所以我们将来还是要投给我们买美国期间的 只要他国家 只要他能争取到华盛专的批准 对吧 但是现在很匆忙 他们很匆忙 一时半时批不准 那缓冲一下是可以的 他们的批准我们还是要进场正常沐浴 还是要保持给美国公司的正常沐浴 对吧 我们在为这个人类社会 要共同建设人类这个信息社会 而不是我们孤家寡人来进行信息社会 对吧 所以在日本人的讲话中呢 他这个讲话可能整理高子人有个偏激 我们就是说我们也能做美国芯片 一样的芯片 那么 就是那不等于说 我们就不买了 对吧 嗯 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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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